Hello,大家好,这里是脑人员,我是主播侯雷 今天的主题是社交隔离,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 天上大雁在排队南飞,地上蚂蚁在把食物包围 会议室员工在开总结大会,血管理细胞在配合突围 肠道碧益生菌在合力生产消化酶 社会在生物世界中无所不在 自然而然的社交活动贯穿其中 连接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 为了更好地抵御消解外界的各种风险 减少能量消耗的需求 为了互利共生,延续种群的世代繁衍 人类等社会性的物种需要有力的社会纽带关系 然而在现实中,社交隔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那么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 社交隔离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呢 社交行为与生俱来 社交接触的动机可能就根植于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状态 适当的社交活动往往令人身心愉悦 而社交隔离则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情绪 为了获得良好的情绪体验 我们倾向于进行适当的社交接触 本质上,动物进行社交活动是为了得到潜在的奖赏 例如获取食物、技能、信息等其他资源 因此不难想象 社交活动时大脑奖赏环录也参与其中 包括负责被盖区的多巴胺能神经元 以及福格核 已有研究证明 社交隔离带来孤独感 这一现象和机制在不同的社会性动物间是保守的 因此,镊齿动物小鼠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 许多研究通常用它们作为模型生物 来观察社交隔离带来的大脑变化 正如前面谈到的 奖赏环录与社交行为有关 而来自辅测背盖区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 自然参与了社交活动的功能调节 这一机制主要通过中脑皮层通路 以及中脑边缘通路实现 辅测背盖区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激活时 小鼠会趋向于社交活动 而住在中缝背盒的多巴胺能神经元 一旦被激活 小鼠便会重现社交隔离经历 而抑制这些神经元 则会让小鼠在社交隔离之后 难以恢复社交活动的习惯 除了中缝背盒之外 大鼠经过长期的社交隔离 其海马区的神经地质骨胺酸 和骨胺鲜胺的水平降低 空间工作记忆受损 社交隔离带来的影响 也会体现在前额叶皮层 导致记忆认知能力下降 学习能力下降 作用于福格核和尾核 使多巴胺和五腔色胺的分泌增加 让它们更想单独静静 也会变得对同类更有攻击性 在我们人类的大脑中 也存在类似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吗 在让志愿者们分别经历 10小时的近时期 和10小时社交隔离期后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FMRI的结果发现 原来人们在被社交隔离时激活的脑区 和饥饿相关的脑区是有一部分重合的 人们对食物以及社交的渴求 主要来自于中脑黑之区 以及辅测被改区 短期的社交隔离 将引起人们 类似于饥饿感的社交渴求 虽然研究人员 没有针对长期隔离的情况做出脑区分析 但现有的实验结果提示 人们对社交的渴求 本身就在脑中存在差异 而这些差异 可能与个体的长期孤独感相关 比如有的人长期一个人待久了 本身就不太喜欢和很多人待着 可能对社交渴求的脑区 就已经不太活跃了 与此同时 长期的社交隔离 也会为我们带来孤独感 从而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状态 如何应对社交隔离带来的不良影响 实际上 社交隔离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 对一部分人来说 短时间的社交隔离 可以促成一些事情 例如独立思考 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对于人群而言 长期独居 缺乏社会连结和社会活动 会给个人带来负面的影响 尤其是在现今 新冠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 维持身心健康 在长期社交隔离下 有着新的挑战 出于防疫考虑的社交隔离 与现实社交活动的不断割离 加之担心自身罹患新冠的焦虑 和经济低迷时的担忧 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心理健康 那么该如何应对社交隔离 带来的不良影响呢 这就需要我们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于个人来说 为减少社交隔离 对我们心理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 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加强互动 二 保持忙碌状态 培养爱好 或者做家务等 让自己充实起来 三 适当的运动 让自己保持活力 四 保持平静 通过正念 冥想等调整情绪状态 五 当长时间感到焦虑和抑郁时 积极地寻求专业的帮助 最后 对于社会而言 我们也希望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建设 帮助学校和社区 建立有效的心理健康系统 让那些因社交隔离 导致心理问题的个人 得到及时的帮助与支持 希望在疫情反复的当下 世界上的邻居们 不由于孤岛所居 珍惜每个身边人 互相搀扶着 迎接同一片清朗的蓝天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击下方关注 创作不易 一键三连 拜托了 这里是脑人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